佛教的目的是什麼呢? 騙要來說 固然佛教有很高深的哲理 含藏著世間的學問 佛教也抱持著大慈大悲 含攝種種慈善事業 但這些都只是佛教的一部分 並非佛教的目的 因此 再怎樣談完說廟 再怎樣做多少的善事 若沒有講到究竟離苦得樂 解脫輪迴及其方法 這就不是真正完整的佛教 不過 以我們凡夫來說 須有佛性 但佛性被煩惱業障遮住 我們再怎樣苦修苦行 都無法顯法 就一般通途法門來說 都是談實相 論佛性 現生靠自己的力量 去完成佛道 但是淨土法門 就不是這樣 我們都是靠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在某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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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